他只是轻轻一按 眼前出现了一条暗道 下面有一副石棺 他缓缓靠近 突然巨托缓缓爬来 一前一后包夹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混乱之中 他跳入石棺躲避 没想到竟有一副女尸 栩栩无声仿佛睡着了 他连忙告诉苏无明 苏无明已经从喜军那里知道 此时府中捡到的是女子的贴桩金箔 可卢凌峰并未注意到 女尸脸上是否有金箔 他们再次打开石棺 女尸不见了 环顾四周 有扇门开着 门外有人在挖坑 竟是刺石副仆人李四 而旁边就是女尸 额头还贴着金箔 李四交代了所有事情 养巨托杀刺石 只为了独占漂亮女子 由于女子坚决不从 他便杀死女子 对于女子来历 李四呵呵一笑 猛地咬舌自剑 欲干迷彰 苏无明很确定 李四拿命演完 恰恰说明 李四是一定没死 他当众验尸 就连樱桃都亲口承认 这具尸体确实不是他弟 可查到这里 很多人坐不住了 驼神社对苏无明下了必杀令 故掌使身为朝廷命官 却逼迫苏无明立下军令状 时日为期 不破此案 苏无明必死无疑 对于女尸 樱桃并不认识 他隐瞒了部分真相 李四早已告诉他 李四是没死 所谓的驼神社 不过是有人借驼神名义 瞧取豪夺 荼毒百姓 神社 哼 邪舍而已 李四是告诉樱桃 他将驼神社实录放在了驼神庙 樱桃取出实录 却倒霉地遇到了沈冲 他以为再劫难逃 就把证据放在了树洞里 这一幕被陆勇看到 他拿走证据 交给了顾掌使 可惜 顾掌使助纣为虐 将这么重要的证据还给了驼神社 现如今 只有找到李四时 才能找到真相 可观差 驼神社搜遍宁湖 人未发现李四时 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地方 寒山 那里藏屋那够 鱼龙混杂 要找一个人 难于登天 可如今 上司节到了 寒山热闹非凡 所有商铺也不庇护 找人 此刻正是绝佳实际 而寒山最热闹之处 就是仁山馆 他们刚坐下 就有人偷偷窥死 紧接着 有人递上字条 此地危险 速离 这时 有一人路过 樱桃却激动不已 苏无名猜测 此人 就是李四时 他们刚要追上去 搜得一声 案件袭来 屋外 弓箭手乱箭齐放 很快 门口堆满了尸体 众人躲在屋里 可有人却将巨驼放了进来 外面 弓箭手严阵一戴 屋里 巨驼刀枪难伤 他们 该如何破局